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在TechBeat这个平台上跟大家分享 基于多摩泰的谈话动作生成这样的一个话题 我是刘海洋 目前在东京大学读博士 最近也刚好是春节期间嘛 所以说先祝大家新春快乐 之后回到今天的话题 基于多摩泰的谈话动作生成的多样性和质量 所以说多样性和质量也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讨论的两个话题 那么今天呢我们会从这样三个section里面来主要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我会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领域的一些研究背景 之后呢我们会针对多样性和质量这两个问题 分别介绍一下我们在去年的两篇文章 Disco和Beat 好的 回到背景的话 我们首先对这个问题的输入输出进行一个定义 基于多摩泰的谈话动作生成 所以说它的输入一般可以是 比如说左侧第一章的这些 seed pose 也就是原始的一些pose 之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些原始的pose 再加上一长段的音频文本 还有这个当前说话的人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speakerID的一个玩号的Vector 放到我们的方法里面 我们的方法可以是一个深度神经网络 也可以是传统的方法 也可以是传统方法和神经网络的结合 之后呢我们会得到一些输出的动作 这个动作的表示形式可以是三维的关键点 也可以是三维的旋转 之后我们会把这个动作套用到我们的一些动画模型上面 然后来驱动这个动画模型生成如图所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但是我们发现这种结果呢 还是跟实际我们人类中比较好的一些谈话者的 谈话动作的这个表现力还是会有一定的差别 比如说他比如说右侧这些tad上面的演讲 所以说为了弥补这个两者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差异 我们就要显示的去分析现在的模型 或者说现在的结果中到底存在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的第一个研究它的问题的方向就是这个模型的多样性 从左侧的图呢可以看出左侧是一个之前的结果的一个表示形式 它是来自stale gestures geographic 2020年的一个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它趋向于生成这些只有节奏对应 我们说bitlan音频的节奏和动作的节奏可能有一些对应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但是它似乎没有任何的语义上的一个表达 所以我们最直观的想法是看一下右侧它训练的数据集 tunity dataset 这个数据集是由动作捕捉mockup 获得的一个人的对包含人的音频数据和人的肢体动作这样的一个数据集 我们发现在这个数据集中 它其实还是除了左侧这种高频的和动作有bitlan的这种动 这种数据以外 还是会有一些我们叫做低出现频率的和动作动作与音频之间有一些语义相关的动作在里面的 所以说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数据集上已经包含了这种有表达性的动作或者说多样的动作 但是只是生成的模型在训练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说它崩溃了 或者说趋向于收敛于一个比较单调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所以这就是多样性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第一个要解决的是生成动作的多样性的问题 之后呢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是比较泛化的质量的问题 这个质量可以包含一些动作的物理正确性啊 或者说是动作整体的一个人在感知上觉得它的表现力的质量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动作的质量的影响因素它其实分为很多个 首先第一个是现有的训练数据的质量和数量的问题 现有的训练数据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我们直接从video中用随机post estimation算法 然后来得到这种速度levels可以像左侧的一样 你们会发现它其实还是有很多噪声在里面的 第二种呢是我们直接拿动部设备来采集 但是由于这种设备的采集成本比较高 所以它的数据数量并不是很多 在我们的工作之前呢这种数据集最大的只有四个小时 之后呢第二个问题是缺乏成对的多模态数据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从视频中提取算法 他们往往是没有下肢的或者说整整体的这样的一个 skeleton上面的一个信息的 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 所以说右侧的虽然是动部的数据 但是我们发现它还是没有面部的这样的一个表情在里面的 第三就是我们想我们想要分析生成动作 它和其他膜带的一个完整的关系 只有这样音频和稳稳它其实还是不够的 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说话人的这个动作 往往跟他们的情绪也是强相关的 比如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视频中 这个说话人他 由于他情绪是处于一种比较生气的状态 所以说他生成的动作往往和就是他自然说话的时候 并不是有同样的我们可以说速度分布啊或者节奏对应的分布啊 我们可以假设他在生气的时候 他其实动作更多的一个风格 是往往有比较强的beat element 就像这种 但是由于之前的数据集就是没有这样显示的情感的标注 我们也没有办法客观的来评估生成的模型 同样的问题呢 还有这个语义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 这些人 这个说话人 这个说话人 中间用了这个intu这个介词 所以说他做了一个双手下 中间挤压这样的一个动作 这就是和语义的强相关 但是由于之前我们也没有这种 就说标注 所以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客观的评估这样的一个质量 所以说基于上述的这四个问题 现有的这个数据方面还没有办法很很好的满足生成 高质量的弹化动作这样的一个需求 这就引出了我们后面这个beat数据集的这篇文章的工作 但是后后续我会详细的介绍一下beat 所以总的来说呢 我们发现在音频或者多模态驱动身体动作 对话动作这个任务上面 最明显或者说重要的两个问题 就是动作的多样性和动作笼统上面的一个质量 或者说数据的缺失的问题 所以我们先就是用两篇工作来 逐渐在解决这两个问题上面做了一些探索 那第一个就是为了解决多样性问题我们提出的DISCO Disentangled Implicit Content and Rhythm Learning for Diverse Cause Must be Gesture Synthesized 这篇文章是最后被ACMRT Media接收了 它的核心的一个想法就是像题目中说的捷偶动作的内容和韵律 来更好的生成多样的动作 这篇文章最开始的或者核心的动机 可以总结为我们认为在数据集上 其实是含有一些高质量的或者说高于音相关度比较impressive的这样的动作的 只是它在数据集中的占比很小 可能是属于一个不平衡分布上面的尾巴这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们的模型会具象于学习头部的数据的这样一个特性 如果我们能够对数据集进行一定的重平衡 然后是否能够更直观的或者说更直接的提升这个模型 来生成这种比较有表现力的动作的性能 这就是这篇文章最核心的一个动机 所以为了验证这个动机呢 我们首先做的第一步就是聚类来观察 通过聚类来观察在数据集上面 是不是有我们假设的这种情况 也就是说数据的分布是不平衡的 为了更好的观测这个数据 或者动作数据在数据集上的分布效果 我们帮数据结合成了 或者说分散两个方面进行之类 一个是Motion Content 另外一个是Motion Rhythm 我们可以通过右侧的Motion Rhythm 看到这上下两个人都是在做一个鼓掌的动作 但是下面的人的速度分布 或者说节奏的分布和上面的人不一样 所以说这种节奏的分布就是Motion Rhythm 至于动作的类型就是Motion Content 所以我们在三个现有的 Speech to Gestures Trinity Tide 这三个现有的数据集上进行了这种 动作 Rhythm和Quantum的分布的一个具类的结果的一个展示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的线是动作的内容的一个分布 它是非常符合我们常说的长尾分布的 也就是80%的数据都在前20%的类里 剩余的20%甚至不到的数据在后面的80%的类里 但是我们知道在动作生成这个任务上面 后80%的动作往往是那些和语意强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动作 那么这样来说这个长尾的尾巴对于我们这个动作生成 或者说谈话尤其是谈话动作生成 这样一个任务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 或者说非常独特的存在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最直观的想法呢 是直接的将这个动作的内容进行重采样 也就是我们直接已经知道了它现在是这样的分布 直接将它采样成一个平衡的状态 那么采样成平衡状态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条线的分布是乱的 那这一条线就是动作韵律的分布 所以说回到图一 我们发现动作韵律它本身的分布其实是趋向一个平衡的 也就是说不论你当时的动作类型是哪一种 它其实都是有可能出 有用任意的节奏来表现的 那么如果我们只将动作的内容进行重采样 就会破坏它之前本来平衡的一个动作韵律的分布 那么破坏这种平衡的韵律分布 会导致训练结果出现一些音频和动作的韵律 或者说Beat Elements上面性能的降低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用这个图 来更直观的表示一下 首先第一排呢就是 在不说话 我们可以看到在没有音频的时候 它会保持一个没有动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们在从彩样之后 生成的动作呢 往往就会更倾向于一种多样的动作 也就是说它趋向于在没有音频的时候 还是会产生一些肢体上的移动 我们可以说它失去了在这个rhythm上面的 speech motion synchrony 所以我们最直观的想法就是 能不能保持之前比较好的在韵律上的一个分布 然后我们只把动作内容的分布给重采样 然后用一套这样分开处理的pipeline 来合成动作的内容和动作的韵律 之后再把它重组 所以说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呢 我们的想法是这样的 首先如果这个模型被抽象成encoder和decoder的结构 我们音频的输入进speechencoder之后 会被分成上下两个分支 每个分支分别提取用于动作的内容生成 和动作的韵律生成 之后动作的韵律 之后这两种特征会进motion decoder 然后来生成最终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之前说的我们的重平衡策略 也就可以很好的应用到这种结构的模式里面 比如说我们在动作的content内容的分支里面 我们就因为这一部分分支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不平衡的状态 所以我们可以在内容的分支里面进行重平衡 然后来解决训练数据内容不平衡的问题 只有在下面的分支 因为原始的韵律就是比较平衡的状态 所以我们可以继续让它保持这样的一个原始的韵律的分布 那么接下来的关键就是我们怎么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们要把它分成上下两个分支 来分别提取动作的内容和动作韵律 这样的一个设计 以及在应用了这个设计之后 我们需要对不同分支做不同的重平衡策略 来保证上下两个分支都能提取到 都能对每一个样本或者说每一个内容和韵律样本进行等量的对待 然后来提升最后生成模型的这样的一个既有多样性 又能保持韵律合理的分布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这就是整个设计的一个动机 之后呢就是我们如何完成这个设计 在这里呢我们上面的分支是动作内容的分支 我们叫它Diversity and Inclusion Network 它的核心目标就是把动作的内容 或者说和动作内容相关的音频feature给它提取出来 然后下侧的就是核心的就是将和动作韵律相关的这个feature给它提取出来 所以说在这里我们是用到了对比学习和生成对抗网络 GAN那边结合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了目前对于一个给定的样本 它当前所属的音频的它当前所属的动作的content和rhythm是哪一个类别 所以对于一个bench的数据过来之后 我们可以用对比学习的策略 对于当前的bench如果 比如说对于上面的这个特征 如果它当前的特征和我们随即选择的另外一个样本的特征属于同一个content的类别 那么这两个特征在余前距离上就应该靠着尽可能的近 如果这两个特征在就实际上或者说我们距离的结果上属于不同的content的类别 那它们的余前距离就应该尽可能的远 所以说通过这种对比学习的方式 我们就能将动作的韵律和动作的内容 这两种特征将它在隐空间上结合开 之后再放到decoder里面进行重组 所以说这整个思路是我们之前diversity network的一个思路 然后对于这个 基于这个思路呢 我们就进一步进行了一个设计 就是考虑到在实际应用的时候 可能不同的用户他对于动作的多样性 或者说动作的表现力有不同的趋向 可能有的用户他就希望是用一些比较 只有bit element这样的一个动作 还有一些用户就可以就希望生成的动作会更和动作的语意表达相关一点 所以说我们希望在这个content branch里面呢 他会生成多个motion content candidates 也就是说不同的candidate可能有不同的倾向性 比如说我们最上边的这个分支的这个绿色的这个candidate 他可能趋向于他可能用的是我们原始的这样一个不平衡的数据来训练出来的motion content 所以他可能趋向于这整个模型可能趋向于像模型的头部或者数据多的那一部分来有一个偏执 也就是说生成的动作会偏向于这样简单的 因为他头部头部都是简单重复的动作 这样模型会趋向于重复这些简单重复的动作 这就是绿色的这个candidate 1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candidate 2这个训练网路里面 进行模型的动作的反方向的重采样 也就是说我们让尾部的类的分布法是最多的 然后这样的话这样模型就会偏向于学习到或者说偏向于生成一些比较多样性比较强 或者表达力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就是candidate 2 之后我们通过当前的音频的韵律和就是当前的音频的特征 然后来用网络学了一个选择器来选当前这一针 我当前应该选candidate 1 也就是说最后达到一个重组的结果 然后这个网络的核心思想是如果最终用户想让我们最后的结果全是上面的candidate 或者说下面的就是更多的beat element或者更多的语义相关 它可以人为的替换我们中间这个选择器网络生成的结果 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个动作的重组的这样的结果 然后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结果的controll basic上面的一个结果的展示吧 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可以看到针对不同的超参数也就是alpha 这个alpha的意思就是我们当前生成的动作的多样性或者表达力是否要更强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针对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参数 我们最直观的就是它动作的范围或者说动作移动的一些范围会有一些变化 这就证明我们这个选择器的策略或者说选择器的设置上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取到了一些效果 当然在这个模型的展示上面 这个因为当时在动补数据上面只有trinity这一套训练数据 trinity的数据呢是只有一名男性的speaker 所以说但是我们这边的渲染模型只有一个就是中国风女性的这样一个渲染模型 所以说这个结果上面在展示上可能有些奇怪 但是从定性分析上来说 就是这个inclusion network这种选择器的设计 还是能减要的达到这种多样性和bit element之间一个平滑的转换的 还有一点要解释的就是关于这个手部的质量 这个是因为trinity 确实在我们这篇文章之前没有人显示的做过trinity上面的手部的结果的一个展示 因为都是会说它的结果比较noisy 我们这边也是直接的在包含trinity手部的训练数据上进行了一些报告 发现它确实这个手部训练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所以说也是通过这个引出了我们后续更完善数据集的这样的想法 或者说这也是完善我们后续完善数据集想法的原因 总结来说 刚才disco那篇文章里我们通过将动作结偶成或者说生成动作的特征 结偶成韵律和内容特征 然后通过对比学习来完成这个结偶 然后再对不同的结偶的分支上面进行不同的重采样和选择策略 来提升了生成动作的这样一个多样性 那么我们发现在对方法进行完善之后 由于现有数据集的一些的不足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完整的评估或者说达到我们想要的这样一个具有像和人进行演讲是一样表达性和这种感知层面的质量上面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提出了这个bit这个数据集 还有一些对应的评估标准和benchmark bit这篇文章的名字叫 有些同事可能觉得数据量或者数据质量什么样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但是我们可以边介绍边来说我们这一篇数据集再见的过程中的一些考虑 所以说总的来说这是一篇关于谈话动作生成或者说call speech gestures in size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 然后我们在数据里面尽可能的考虑到了最基础的两种场景 也就是对话和我们叫演讲其实就是self talk 这两种场景 然后之后呢 这里是一些我们在数据集中列到的对话的 对话的一些话题 它基本上呢都是在设计上涉及到了一些思考和辩论的成分在里面 我们希望能够提取一些人在思考的时候的一些状态 比如说你怎么看人AI或者会替代最后一些简单的工作 然后或者说面对面交流和这个发信息你更喜欢哪一种 这些有这样十个话题都是一些比较辩论性强的话题在里面 在对话的时候我们叫导演就是和演员对话的那个人 会抛出一些这样有辩论性的问题来 然后希望能够来提取到一些带有思考的这样一些人的动作在里面 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叫描述性 所以说在这里就是更简单直观的 你想介绍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给你的朋友 或者说是这种介绍性的任务的时候 你可能要做的gesture会更倾向于语意表达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假设 比如说如果需要你介绍一些城市地点 你可能会描述这里有什么风景和名声古迹 你可能会需要一些更具有描述性的gesture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就是尽量涉及了现实生活中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物体的object的准备 比如说宠物或者说是我们叫食物之类的吧 之后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视频中看到我们也是用一种动补数据 然后动补设备采集出来的数据呢 是这种人的关键点的一种表示形式 之后呢 我们对这个数据也是进行了一些比较常规的答案或者说语音的分布上面的一些检查和设置 就是我们不能随机的编写一些答案或者说对话的台剧本 然后让演员来读 这样的话 他可能最后我们的数据集和实际应用实际大家说话正常的这样一个因素的分布是会有偏差偏差或者偏差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对这个所有的剧本的文字内容进行了检查之后发现他比较符合我们这个Oxford常用的3000单词的这样一个因素的分布 然后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完之后我们在采集了这个数据之后拿Human Generator创建了这些模型我们叫Avatar 然后之后就可以由动画师来驱动这些模型同时展现我们的脸部的由iPhone获取到的一个脸部的动补数据 所以人们在这里并无论的一年轻人是正常用检查之外 并这样的机会验至你小孩 正常用检查之后 我的第一次认为 我的本看是怎么能买 或者怎么能买这些孩子 esa人买到那些人买到那些人买到那些买到那些人买到那些人文字 或是谁在正常用了 我était过一个孩子一样 还是我现在有点喝 我要买到那些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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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原理 我觉得这яют是原因在社会我们的法度义 这也是我在数据集里面个人比较喜欢的一段 这个是我们几个数据采集的团队里面认为的 比较有表现力的演员之一 他也是来自美国的一个之前在迪士尼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一个演员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动作的表现力或者说 就是表现力还是非常强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整个模型在未来会有机会能够生成这种比较表现力强的动作 感谢观看 之后呢我们由于我们的数据涉及到了四个原始模态和两种annotation 四个原始模态就是音频文本表情动作 annotation就是语意和情感 所以我们接下来会简单讲一下怎么进行的这个annotation的工作 首先第一个就是文本 文本这边就是音频过了自动的autospeech recognition算法之后 我们会对一些错的比较明显的地方进行一些修正 然后之后会过这个叫做textread生成的这种带有时间戳的文本的annotation的格式的这样的一个算法 得到这种带有时间戳的这个文本格式 之后呢就是我们借鉴了VGG group和有bible那篇最动作类型进行标注的文章里面它的annotation tools 然后把这个annotation tools就是说基于他们的改了一下 有了这个annotation tools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标注情感还有语意标签了 这里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可视化的demo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左上角是我们要标注的视频 然后右边是一些那个tips 而下边就是我们可以标注不同的情感的类别 就是当你觉得几秒到几秒是哪一类的时候 你就可以拉动这个标注区 然后之后呢你也可以标注不同的语意的类别 这个跟我们最终用的版本还有一些区别 但是整体的UI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最后呢分为了八种情绪还有十种 你具体分为四类的语意相关度 我们在这个分析的地方可以详细的详细的解释一下 这个数据在情感还有与相关度上面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点 第一个单这个表就是我们整体数据量的一个统计 那么我们将数据分成这个sudo label和mocap两种 因为这个数据集涵盖了脸 然后还有可能说不同的speaker不同的emotion 然后我们所以在这个不同的这个数据 不同的任务上面的数据集上面都进行了一些比较 然后才能更好的涉及到之前有这些模态的都是哪几个数据集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在就是背景填充的这一行都是目前最全的 所以我们的数据集以动补数据来确定质量 之后呢包含了高质量的身体手部三维旋转 以及脸的blind shape weight 还有四种语言 然后对应的text标注 还有比较多的speaker的数量 之后我们就完成了这个文本 语意还有表情上面的表情类别上面的一些annotation 整体的数量集数量在76个小时 是比之前的动补数据要大了一个数量集 和目前的这个比较大规模的速度level的数量集的规模 是在数量集上是持平的 所以我们认为最近一段时间应该在数量集上 不会有比我们数据集更大更大一个数量集的动补数据出现 所以说希望这个数据集能够很好的帮助社区 实现一些关于谈话动作生成上面质量的改进 之后呢是我们这个数据集上面一些简单的统计分析 比如说gesture分成沉默的时候啊 或者说正在问问题之类的 这个主要是在谈话的部分 然后还有比较重要的就是情感的类别 我们是有一半的数据都是在这个self talk或speech section里面 有一半的情感都是neutral的 然后剩下会有剩下的49%会被等分成7份 然后来表现其中不同的情感 包括生气高兴恐惧恶心伤心 然后这个蔑视还有惊讶之类的 之后呢我们这个数据集大部分的数据 可能已经到了80%以上的数据都是英语的 然后因为其实现实中英语的speaker也是会有比较流利的 还有native的 所以说我们半数的数据可能是native speaker 然后剩下一些就是我们叫它fluent speaker 之后对于不同的说话人我们会分成两组 一种就是可能是native speaker多一点 我们会把它这个数据分成 让它会有四个小时的数据量 然后剩下的这个20个speaker 就只有一个小时的数据量 所以加起来是60个小时左右 对于这个英语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 就是对于情感和动作的相关度 进行一定的可视化 我们对动作原始的这个旋转表征 进行了聚类 所以我们发现原始的旋转表征在生气 这一个类型下 很明显的去做了图中所示的这一个区域 然后呢 我们跟它跟我们现在生活中最直接的happiness 这一类丁对比的话 我们会发现 它们在这个二维的投影过来的空间里 是离的比较远的 其实这个也很好 假设 也就是说 基本上在生气的时候 更多的是 基于我们的观测更多的是和 动作 它在动作的速度上面的一个分布 可能会比其他的要快一些 当然 具体肯定还是以这个聚类的结果为准 但是至少这张图是明显的表示出 不同的 在 在情感和动作内容上 这两个模态之间 或者说这两种信息之间 还是有一个关联的 by money not so much 这个是我个人觉得 之后最有兴趣 或者说最 最有 最通向模型表现力的一个点 也就是说 它动作的语义相关度 我们可以看到 在说这个 by money not so much的时候 这三个人 的动作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对于每一个人 或者 我们即使是同一个人 我们让他说同样一段话 他的动作都可能不一样 但是我们这篇数据集 还是集中于让30个人说同样的一段话 来测这三 在来测不同的人说同样的话上面的一个区别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给 这个 因为我们提前给了 给做了一个余意标注 然后在余意标注上面 我们对于每一个动作都会有一个余意打分 然后 然后 同时还有一个关键词 然后我们通过统计不同词上面的这个分数 出现的 这样一个趋势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比较 首先这是整个的一个 余意标注的一个分布 之后呢 这个是一个分数 不同单词上面分数的一个分布 我们发现这种 i u my这种代词 还有这种b动词之类的 它们出现的分数都会是比其他平均的这种 这种 动词之类的要高一些 之后对于不同的单词呢 它们出现的分数 同一个单词 它们出现的 同一个分数的单词 它们出现的这个内在的分布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也就是说每一个单词它能够生成的动作是具有什么样的表现形式 它其实是有一个内在的规律的 比如说对于i这个单词 它可能要不然就是完全没有语义 就一个b element就过去了 一个节奏的对应 要不然就是一种很强的语义对应 因为你看中间它的一些分布都是比较小的 然后对于另外一种 也就是比如说Wals这个单词 它可能 虽然很难想象直接的动作 但是它可能 也可能正是因为它比较很难想象直接的动作 所以它的与异相关度的分数就会分布的更均匀一些 但这个只是我们直接用最直观的这种统计分析得出来的结果 那么是否模型可以直接拟合的结果 就满足这样一个概率分布 也是之后比较有兴趣的一个研究方向吧 最后因为我们提出了这个数据集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数据集中提到的四种模态和两种annotation都作为除了我们的目标身体和手部的动作重建以外 剩下剩下的三种模态和所有的信息都拿来当作输入 然后来检查了一下这个模型的效果 作为一个极限模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模型呢 是首先先输入了speaker ID 这是一个完好的victor 然后还有一些情感的标签和文本的标签 之后我们再将文 再将音频的信息加进来 这里的一个考虑就是我们当你已经知道了情感 然后文字还有风格的时候 我们可以更好的提取这个音频的特征 所以说这里用了一个这个cascated 或者说把之前的信息先concatenate进来 作为一个辅助的这样一个想法 而且我们之后我们就认为经过融合之后提取的这个音频feature 它会更完备或者更具有合理的情感性啊 或者说是文本的正确性啊 之后呢我们再将这些音频之类的信息 经过concatenate进来之后 给我们这个面部表情的提取网络 之后来得到一个这样一个更好的面部表情的一个特征 之后再将所有的特征全都添加进来 这边其实有点像DanceNet的一个设计结构 和SitPose一起concatenate之后 我们把这整体的一个模型放到一个LSTM的网络 它可以是一个手部的decoder或者说是一个身体的decoder 加一个discriminator 但是大部分的数据其实这个discriminator 后来发现不需要加也可以 这样的一个训练策略 之后呢我们会 在这个L1 loss的基础上 会算一个weighted L1 loss 也就是说我们会基于 Sematic score给不同的重建损失进行一个加权 我们会让重建损失在语义降关度高的地方 进行一个hard example minimum 然后就是这篇文章的metric的部分 这篇文章主要是想到了人对动作表现力的一个评估 是否能够简单的用L1 diversity 就之前计算生成动作的均值和方差这样的一个方法来提取 我们发现似乎L1 diversity 能很好的表现人对于这个动作吸引程度的这样的一个表 这样的一个趋势的反应 我们可以通过四种下面这四种模型的 还有一个GT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来看出 大部分的时候 比如说第一个sequence to sequence和speech gesture 这两种结果 它在L1 diversity上面第二个是略差的 但是 当然这个时候 这个 人对Diversity 和Attractiveness的相对的趋势还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发现在sequence to sequence和Audio to gesture这里面 Diversity是上升的 但是人对这个Attractiveness和Diversity的概念是下降的 所以说 就是说我们人在看动作的时候 它可能潜移默化的 更聚焦于这个 语义相关度 或者说 如果有一个很语义相关的动作出现 它这个impression score 就会 或者perceptual score 就会显著的在潜移式里上升 所以我们就想直接用一种 基于我们这个语义标注的加权的方式 然后来计算这个SRGR 也就是说 当我们的 我们不是直接的计算一个L1 loss 它可能是基于一个预值 我们将这个预值 将一个重建的结果 和Ground Shoes之间做差 它们的差 达到某一个预值之后 我们就将它算作正确 之后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正确率 我们对每一个样本都有一个sematic score 我们会对这个正确率 用这个sematic score进行加权 这个加权在 比如说数论文中用到的2468 这四个人的数据集上 它们的加权和可能是0.16 我们之后再把这个0.16 再进行一个0到1的一个放缩 会得到一个新的 范围是0到1的一个metric 我们发现这个叫SRGR metric 它还是能够很好的跟人的diversity 和attractiveness 进行一个趋势上的对应的 最后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我们 论文中使用了speaker2468 这四个人16个小时的训练数据 训练出来的一些结果 和之前say of the art的一个对比 首先是这是一些这第一张是我们书记局 国安书记 这是非常愤怒的 我感激烈的 我想想说 它是这么严重 我太熟了 这些摩擦摆的 这些疾病 人的摩擦 人也能支持 人也不能这样 人的摩擦摆 人也不可能 好,為什麼你來這裡? 沒有人見過了 這已經是三、四年了 我們已經看了一天,對嗎? 所有人在家都知道 那是時候說再見 我們朋友 所以我希望生活可以繼續下去 但如果… 所以这就是我们整体的Ground Truths的几种呈现的效果 I have a big closet that's packed with so many clothes and purses and just as 这就是我们生成的结果和之前的 这些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加了这些不同的模态之后生成的动作会去向于一个更强的语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最后呢就是感谢今天有这个机会能跟大家分享我们对于音频驱动或者多模态驱动动作的之前的这个Disco和Beat这两种工作 我们也附上了关于Disco和Beat他们两个项目主页的二维码 就是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扫二维码 尤其是这个Beat的主页也是我们目前团队在一直维护的 在之后我们会针对Beat这个数据集呢进行一定的扩充 比如说来支持更偏向于odemic的simple的模型还有frame的头来支撑更多的身体和面部的这个基于语音的或者多模态的重建的工作 同样呢在这个我也希望关于这个Gesture的Semantic annotation 这个才是整个数据集中比较就是最花费人力物力的一个部分 在这个Semantic annotation提出之前其实大部分的文章也都意识到了关于这个语音相关度的问题 但是我们只能说提取一些主观的我们观测的结果在论文中进行展示 关于这个语音相关度还是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定量的评估的 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个语音相关度能够对这个打分能够对后续我们产生更具有语音相关度的动作 进行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或者一个帮助吧 我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 请不吝点赞